孩子他受到的,他點了火,他一定要承受 但我跟各位報告,家人也會做他的資助 畢竟他是我的孩子 這我們要撐台 也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我並不期望他有什麼H5的信心要幹的 我會做本務工作 我這個通盤是我說明的,很害家人的事情 首先我對各位感到很抱歉 我這個事情造成他那麼多紛擾 尤其對他服務的單位,立案調查 都是靠會人力跟這個成本 我真的表達愜意 不光是對他的單位 對我們造成紛擾的社會大關切的 真的是萬分的愜意 那另外這個案子 因為服務單位我們也知道 已經做立案調查 我只跟我兒子講說 你不但要坦白做說明 而且更要坦誠做說明 不要試圖來圓,這是不好的 那他目前也要這個進度在做 我沒有去過問 尤其對他這個單位 沒有任何過問 因為我剛才講的 我們要蓋花承受 而且很坦誠的 錯了要面對 不管痛苦也好 就絕對要承擔 但絕對沒有任何面對 所以將來他做一個什麼樣的決定 我們都坦誠接受 另外我個人方面 這幾天當了 就有點疲憊 所以那天28號中午 知道的狀況以後 經過一番折騰 我當天 我有跟總統提出請辭 那他也當了未留 那時候當中我也知道 我在目前公務的人工作 跟這個一定要切割很清楚 因為一馬歸一馬 所以經過一番思考以後 29號上午春季啊 那時候已經真的很疲憊 所以請了半年假 快到了中午以後 大概正常運作 我也會照程序照走 那到目前為止 各位我可以保證 我公務方面 暫停本物方面 不會有所疏忽 但大家放心不放心 我不能夠予以智慧 但我這幾天行程 一切都如常的 從 29號下午以後 甚至於包含 週六週日 我一樣 該要去的地方我都去 該要開的會議 我一樣召開 對同仁的強化 哪邊佔據本物的強化 我一樣做盯領 可能還有很多缺失方面 我也會一一啊 來做一個排行 這是整個過程到目前為止 第二個 我還是要很感激啊 很多同仁 尤其我們國王部同仁啊 都給我支柱 尤其感激我們各階層 我副國單位 當包含總統 代副總統 蕭大老師 還有 以前 聖和志雲 前副院長啊 都打電話 還有以前我們 軍中老長官 幾乎啊 還有丁局長 老長官啊 局長 他特別都打電話 其他長官 要麽就 啊 這個傳訊 或者要求啊 其他人員代為啊 問候 呃 包含委員 也給我服務 我想基於這些原因 不能再讓他們再 進一步的失望 所以我絕對會嚴守崗位 課進我 應該要進的本務工作 來把這個強化 我說特別跟各位講 軍中跑者同學 幾乎沒有間斷過 但是因為體諒我啊 沒有做太多干擾 我最感動的是以前 58年進軍校 老年長 啊 多多人 要叫我挺住 那我也對這些老長官 尤其軍中跑者 以前呼過團隊的同仁 長官 我就基於這個原因啊 我跟各位講 我絕對會挺住 但事情的處理 一切秉公來處理 我沒有辦法 我也不會 啊 去遇過問 這是我們應該要接受的 孩子他受到的 他點了火 他一定要承受 那我跟各位報告 家人 也會做他的支柱 畢竟他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們要稱讚 也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我並不期望 他有什麼 H5心理性要幹的 我會做本務工作 還是跟大家保證 是